如果大家已經動畫做得差不多了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這裡有一個字幕的功能 這裡有沒有一個字幕的功能 錄音模不用講 各位都會 這個字幕跟我們一般打的這個標題的文字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留意一下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字幕都出現在哪裡 大部分都是以下面為主 所以字幕的功能很單純 你的位置不太能夠改 你很專心的就是把你要什麼時間要出現什麼字放上去就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用了這個字幕的時候呢 你還要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下面好像多一層字幕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從 你也可以從外面叫進來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冤線片在自己家裡面看的 我講的很難去 冤線片在自己家裡面看的意思你應該知道了 有沒有他會有些網站會提供你下載字幕檔 跟他概念一樣 所以如果你在別的地方弄好了 你可以載進來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先用字體加一個 你看喔 我這樣加一個 把你的內容放進去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放進來字體 文字 顏色 外觀 隨便調 好 這樣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因為我現在這個鏡頭 是不是只有這個範圍 所以有沒有發現他出現在下面 如果我放在外面那個鏡頭 就再往下一點 而且他有個好處 字幕 你想不想配音 有沒有發現下面配音就跑出來了 跟我們剛剛那個一樣 你可以同步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當我放進去 又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嘿你如果確定好 當你按下 增加了之後 他就幫你把字幕加進來 也順便幫你把配音做好 這樣有了解了 OK 這個是我們針對字幕的部分 你可以做 這個 好 超過了 沒關係 再延長一下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加進來的 也就是說你當你在講字幕的時候 他就順便 你也可以 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是不是就加進來了 OK 這個是 他字幕也蠻好用的一個功能 好最後我們就來看 跟大家 那麼 我們要走 延長一下 對